大家好 又是時間陪我們Dub Couple到處去啦 我是JC 我是阿Yin 上一集就跟大家分享了在Brisbane的市中心玩啦 但是來到Brisbane又怎會不去Gold Coast那邊玩呢 今集我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黃金海岸必做的兩件事 就是去沙灘和主題樂園啦 在未出發去黃金海岸之前 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在布里斯本很值得去的週末市集 Jan Powers Farmers Market 顧名思義這裡就是一個農產品的市場 圍繞著Powerhouse附近的市集 都會在每個星期六的早上六點到下午十二點舉行 如果想試一下新鮮蔬果 就真的要早點起來啦 在這裡可以買到很多當地的特色美食 除了有機蔬果之外 還有不少自家製的麵包和奶類產品 看看吸引了多少人在這裡排隊買東西 我們就試了一隻朋友介紹的熱狗 另外還在這裡買了一杯西瓜特飲 那隻新鮮的西瓜味爆了出來 有杯這麼澎湯的西瓜特飲 當然是走去對著美景慢慢喝啦 其實除了吃東西 在這個範圍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主要都是圍繞著這個文化藝術中心Powerhouse 這裡曾經是一座發電廠 現在轉型做藝術表演、展覽或活動的場地 主題包括音樂、戲劇、舞蹈和視覺藝術 再加上對著布里斯本河的餐廳 所以每個星期錄到這麼熱鬧 在這個市集 除了可以令自己慢下來之外 更加可以感受到當地人的生活態度 真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去完市集 我們就正式去我們今天的主角 黃金海岸 黃金海岸是布里斯本東南部的 一個著名度假性地 最出名就是它的陽光雨海灘 這裡的沙金黃色得來 又軟又細 加上海灘的周邊設施齊全 所以吸引了很多衝浪愛好者 遊客和當地的居民過來這裡玩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Treathead的一個叫做Rainbow Bay Beach 秘境啊 很棒啊這裡的沙灘 全靠我們的當地朋友 是 都開得很遠 開得很遠啊 Britzman 開來這裡要一整個多鐘 但我覺得這個位置真的挺漂亮 那些沙灘是超油的 沙灘是很漂亮的 是 海的藍色是漸變藍 由深至淺 浪也不算很大 而且今天天氣又是來沙灘一流 我們在那段時間是3 今天是8月10日 3日 3日 我竟然是超熱 超熱 現在 應該是28-9度 對 現在應該是28-9度 但是體感溫度是不錯的 對 對 很後悔沒有帶一些游泳裝束 其實應該是下水是開心的 現在這個沙灘呢 不算有很多人在這裡 休息一下都可以 我見很多小朋友 有些人都下水 對 現在到處拍一下 對面就是 Surface Paratine 很遠 但是 還見到少少的高樓 因為黃金海岸的海岸線 全長差不多有52公里 這次就是全靠我們的朋友 不慈勞虎駕駛 我們才可以看到這麼多這麼漂亮的沙灘 而這裡也有不少這些小沙丘 除了增加了一些額外的空間給遊客玩 這個看起來好像沙漠一樣的地方 有令到整個海岸線有另一番風味 我們都忍不住要在這裡散步 這裡的地質都真的很多元化 走完沙丘 轉過頭又有一些很特別的石灘 這裡有很多風化了的岩石 各種的形狀配合這個日落景 簡直就是天然的藝術品 向著日落的方向 就準備到我們今天沙灘的尾站了 這個是今天沙灘的尾站 Servus Paradise 雖然這邊是沒有黃昏的景色 但是日落的沙灘也很漂亮 今天這個沙灘之旅呢 都挺chill 挺舒服 周翼沙灘沒得舒服 沒錯 水清沙油 Servus Paradise 除了是滑浪人士最喜歡的海灘之外 它也是旅遊人士的最愛 因為這裡商場臨立 要買紀念品 甚至乎是名牌都應有盡有 而且區內的餐廳酒吧臨立 喜歡夜生活的朋友這裡就適合了 去到第二天 我們就換個方法搭火車 由布里斯本直達黃金海岸 車程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來到這個Helensfeld車站 就是去不同主題公園的主要轉車站 這次我們的目的地是華納電影世界 乘搭這部TX7 15分鐘就會到了 好 今天我們是去Boofy World 對 看看今天有些什麼會玩到 因為我們有很多東西都不敢玩 對 因為很刺激 對 進去看看 剛剛在門口就已經看到 衝下去一下 我們這些老人家都是不玩得刺激的東西 都是荷里活大街這邊比較適合我們 這邊有很多好像電影場景的店 走到過去都有一種自身懷舊電影的感覺 而前面這間這麼多人排隊的舊式戲院 就是進去看3D劇場的地方 這些就適合我們進去Warm up一下 而出回大街的中央廣場 就是最熱鬧最多電影人物出場的地方 也正在一起 我們不去看3D劇場 我們一起打電影 再試一下 我們就成功了 我們在馬上 這期間是很少的 所以就是這樣 人群人翌 по針對 所以我們是為了 超 lowered 追求 再追求 這裏是最高的 Batman的粉絲如果看巡遊看不夠的話 這裡還有一個蝙蝠俠的電影館 裡面展覽了很多蝙蝠俠的道具和服裝 如果有看蝙蝠俠電影的 我相信進來這裡都會很滿足 雖然這個華立電影世界不算是很漂亮 但整個樂園的氣氛都算是做得不錯 不過如果可以更新角色造型就更好 而這個小朋友區域可以說是整個樂園裡面最熱鬧的地方 我們進來都反腦還同 哇!很快的車 而全日我們最大膽就是玩了這個飛船 剛剛玩完這個濕身的東西 總算在我們不是很玩到機動遊戲的情況下 都玩到一點 最輕騎得來就算是有趣一點的一個 整體的華立 Movie World 是so far so good 因為其實有很多東西 一來沒什麼開 二來其實很old school 的東西 不是說真的好像迪士尼那些這麼大規模 但是過一下癮 還有如果有小朋友的話 其實都開心 我們現在去到最後了 看看一些 souvenir 這幾天的旅程能夠玩得這麼盡興 真是全靠我澳洲朋友的照顧 希望很快再有機會見面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follow我們Dubcouple的IG 下次見